香港名愿蔡天凤惨遭谋害 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周 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随着案情的推进 以及越来越多内幕的曝光 让人们忍不住唏嘘 一个多么善良美好的女孩 可惜遇人不淑 再如花的年华 就这样陨落了 涉案前夫一家未才害命 手段之冷靴震惊各界 而蔡天凤遗失数日的身体部位也被寻火 案件的审理调查仍在进行中 谈到近期的办案过程 歌手周英杰也透露 蔡天凤疑似托梦给母亲告知曝氏地点 意外引起讨论 根据媒体报道 作为蔡天凤生前好友 周英杰透露自己在事发后 向蔡家和蔡天凤丈夫致来慰问时 意外从蔡母口中得知 天天梦到女儿 据蔡母回忆 蔡天凤描述自己人在大部 且是在一个有很多狗角 另外还有猴子的地方 而尽管蔡母此前从未到过大部 仍将这道线索提供给警方 随后也竟真的在大部找到遗体 除此之外 在传统的认知当中 逝去之人都会化作飞虫 或是小动物回到生前居所 向自己留念的人事物做最后道别 蔡天凤丈夫也表示 事情爆发之后 她注意到从没有出现过飞蛾的夹中 出现一只飞蛾且整满都没有飞走 对此则坚信 那晚就是蔡天凤回家探望家人的最后一天 种种离奇的巧合让人直呼难以置信 也对这几杯剧感到无比心碎 2023年2月21日 一个在普通不过的日子 身穿白衣裤 熟碗紫色包包的蔡天凤出现在监控里 她正准备前往大部科学院 去基于前夫所生的女儿访学 而前来接她的司机 就是前夫的哥哥 随后蔡天凤如人间蒸发 再也没有出现 而根据现有的线索指向 她应该是在聚学校的途中 被前大摆子控制 之后被前夫一家谋害 2月22日 蔡天凤的现任丈夫 谭仔米县继承人Chris 因为一直联系不上妻子 觉得事有蹊跷 于是赶紧报案 在经过几天时间的调查后 警方将嫌疑人锁定在蔡天凤的前夫 矿港至及其家人身上 并初步怀疑蔡天凤 可能已经遇害 2月24日 在舆论持续关注下 香港警方开展了大力侦查 最终在大布隆美村的一间 九位住人的村屋里 找到了蔡天凤的尸体 而与此同时 警方全力出动 火速逮捕了蔡天凤 前夫的父母及其兄长 但前夫矿港至却不知所踪 2月25日 警方进一步侦获了电锯 面罩等作案工具 当天下午一时续 在前妻的精心部署下 警方在东勇发展码头截获了 欲逃港离境的矿港至 当时逃犯携带有50万港币 即价值400万元的名表 目前 矿港至一家四口已经全部被缉拿归案 但据说矿港至的爸爸为了保全家庭其他人 一个人揽下了所有罪名 而蔡天凤虽然与现任老公Chris在一起七年 但却并没有登记结婚 也就是说 按照香港相关规定 蔡天凤名下一个亿的财产 将有与前夫及现任的四名子女平均集成 前夫嫁的两个女儿也将获得5000万遗产 另外 香港目前是没有死刑的 即使矿港至的爸爸是主犯的罪名成立 最多也只是被判无期 而其他共犯也很可能只坐几年 老就能出来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结局 不得不让人叹息 好人没有好报 坏人却仍可逍遥过活 蔡天凤只有28岁 却已经是四个孩子的妈妈 只因为她第一段婚姻发生在18岁 她和矿港至是中学同学 年少时的爱情和婚姻 往往都是一时冲动 看人和处事都不够成熟 所以 即使蔡天凤的父母已经是成功的商人 家境因时 但蔡天凤仍然不顾一切嫁给了一无所有的矿港至 矿港至呢 空有一副好皮囊 却一直游手好闲 没有正经工作 2015年 她曾通过某社交软件 以合作投资黄金生意的名头 骗取了四名同性密邮500万元 随后逃之遥遥 而诡异的是 虽然她被指控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 但并没有被抓捕的记录 矿港至的父亲 人称求格 曾任职香港警队 还曾获颁香港警察长期服务奖章 于2005驻守望角警署 任职真机警长 却因涉嫌一宗案被查 2005年自行辞职 此外 矿港至的哥哥也因欠债破产 多次被银行追讨债务 矿港至的妈妈 也在七年前向法院申请破产 总之这一家四口都不是什么善差 反观蔡天凤 即使离婚后 对前夫一家经济上仍然多有阶级 不仅让前夫一家住在自己买的豪宅里 对与前夫生下的两个女儿也是尽心尽力 得知前大摆子在找工作 更是主动提出让其充当她司机的职务 不管都忙 她都会接送四个孩子上学放学 只因为去年底蔡天凤看到自己之前买的房子大涨 想要出售这间自己全款 但为了避税登记在前加工名下的房子 同时 她也承诺为前夫一家安排其他住处 但她的这个决定 却让前夫一家十分不爽 几番商讨无果后 这一家人选择了对这个善良的女人下手 埃月28日28岁香港明月蔡天凤投起 现任丈夫 父母及公婆 前忙惨烂现场败祭 并特地请来六人法师进行招魂 对此 命理师杨登可以透露背后原因 据稿媒报道 负责这次法师的招魂师 因法清语家属在事发的招魂 因师傅结识 由于蔡天凤遇害后死无权失 魂魄会四散 需要统和归疑 因此过程透过山神及土神的帮忙 把蔡天凤的魂魄召回来 当魂魄召到指扎攻在吉林牌后 再带到灵堂游师傅念经超读 据媒体报道 杨登可则表示 六人是道教一支派别 现场的招魂已是类似台湾天一科以法会 由于受此重大刑案的死者魂魄通常会六神无主 因此需要借助神明力量 协助死者残魄的灵魂完整 以此让死者得以安息 有网友纷纷为他鸣不平 一个人的善良居然成了他最大的错误 现在的人怎么这么坏 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了 一个连流浪的猫狗都不忍心 在瘟疫期间到处捐款捐口罩 从不说人坏话 热赖生活 离婚了也尽全力给孩子们一个好家庭的女人 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做人太过善良容易被人利用 太过忍让就会被人欺负 善良和忍让都要有尺度 一 善良有耻 为人处事 应当秉持一颗善心 然而 并非所有好心都能得到好报 很多时候 没有原则的善举反而会酿成大祸 善良没了底线 就会助长贪婪 善心见人就给 只会让小人钻空子 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 不然就等于零 一旦善良失去原则 就会成为滋养乐意的温床 因此善良也要有点锋芒 才能活得无忧坦荡 俗话说 吃饭不能太饱 对人不能太好 你的善心很宝贵 要留给值得的人 只管付出而不分对象 那是愚昧 不是每个人都是好人 不是每个人都懂得感恩 你若好到毫无保留 对方就敢坏到肆无忌惮 不必为了取悦于人而委屈自己 更不必为了顾及他人的感受 就让自己蒙受不白之躯 心存善念是人的天性 然而用在不恰当的地方 也未见得是件好事 只度当度之人 成了阳善 毫不留情 这世上最大的的就是假借善良的名义 放纵恶人四处横行 你的善良需要有尺度 别让自己成为恶人的帮凶 违背了善良的本意 本 忍让有度 忍让能消除无尽的灾难和后悔 就像古人说的 终身让路 不失尺寸 此语意在告诫我们 凡事需要懂得忍让 因为在很多人看来 忍让是解决问题最省事 最有效的办法 善于忍让的人 往往比之脾气的人 更容易左右逢源 退三分 让一步 是古人推崇的君子之风 不触及底线和原则的琐事 大可忍让成全 然而面对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 或是伤天害理的暴行 忍让就是放纵 沉默就是姑息 你越是让步 他们就越得寸进尺 直到最后把好人逼到逼到无路可走的地步 当你退无可退时 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底线 曾有人问孔子 以德抱怨 可如 孔子曰 何以报德 一直抱怨 以德报德 如果被人欺负了 我们应当用道德去感化他吗 对于这个千古难题 孔子的回答十分巧妙 他说 如果别人欺负了你 你却试图用道德来感化他 他不会感激你的仁义 反倒觉得是你惧怕他 伤害你的人 你反过来去讨好他 那么善待你的人 你又该如何去报答 因此面对伤害我们的人 不要一味纵容姑息 真不扎在自己身上 就永远不知道有多疼 只有将痛苦返还给他 他才会忏悔 人这一辈子能屈能伸 适度忍让才是福 没事实 不主动惹事 有事实 也绝对不怕事 既不能无止境地退缩 也不能无底线地包容 该拒绝时莫心软 该让不时要大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